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继续回顾第九章资本结构 先来回顾资本结构决策分析方法 一共是三种方法 首先是资本成本比较法 是在不考虑各种融资方式 在数量与比例上的约束 也不考虑财务风险差异的情况下 去选取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最小的融资方案作为优选方案 那这里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通常是按照市场价值权数来计算 资本成本比较法 它的优点是测算比较简单 缺点是难以区别不同融资方案的 财务风险差异 因为就没考虑 再往有时也难以确定 各种融资方式的资本成本 第二种方法 考试考的比较多 需要重点把握住 每股收益无差别点分析法 那么所谓的每股收益无差别点 是指使不同融资方案下 每股收益相等时 所对应的稀税前利润水平 或者是业务量水平 比如销售量或销售额 那在这里呢 建议大家在考试时候 如果题目要求大家 计算每股收益无差别点上的 业务量水平 大家呢 最好分两步来做 第一步 先计算每股收益无差别点上的 稀税前利润水平 然后把这个稀税前利润呢 设定成为是目标利润 再按照本量力分析原理呢 去推算实现目标利润的销售量 或销售额 那在这里我们回顾一下 每股收益跟销售利润 二者之间的谈述关系 说到每股的概念 记住一律是指普通股 所以所谓的每股收益 是指普通股每股收益 怎么算呢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去处以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而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就是公司净利润 在减去优先股股利结果 那么以稀税前利润为起点 怎么计算净利润呢 其实很简单 从字面都能理解 稀税前利润 先减去利息费用 得到的是税前利润 再称上逆检所得税率 这就是税后利润 对吧 减去优先股股利 这就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再出于普通股股数 这就是普通股每股收益 那接下来我们回须一下 两个融资方案 如果存在每股收益无差别点 就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必须是这两个融资方案 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是不同的 比如一个方案是增发债券 另外一个方案是增发普通股 那这两种融资方案之间 就存在每股收益无差别点 反之 如果两个融资方案 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数相同 比如一个方案是增发优先股 另外一个方案是增发债券 那这两个方案之间 不存在每股收益无差别点 也就意味着 只要每股收益大于零 那么在任何吸收益利润水平上 一个方案 所能获得的每股收益 总是要高于另外一个方案 我们后面再去细说 好 我们再来看 每股收益无差别点怎么计算 注意我们主要计算的是 每股收益无差别点上的 吸税前利润 他先谈到 两个融资方案 如果存在每股收益无差别点 需要满足条件是 两个方案 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数不同 那接着不难推理 如果两个融资方案 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数不同 那么 这两个融资方案 所承担的税前固定融资成本 也不一样 比如说 如果一个融资方案 它有更大的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也就意味着 它的资本进入当中 普通股资本的份额比较大 那相应的 债务优先股资本的份额呢 就比较小 继而 像债务利息费用 像优先股股利等等 这些固定融资成本呢 也就会比较低 总之 两个融资方案 如果存在每股收益无差倍点 应当有这样的特点 这两个方案 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是一大一小 相应的 所承担的税前固定融资成本 也是一多一少 并且 股数多的方案 税前固定融资成本少 股数少的方案呢 税前固定融资成本比较多 好 接下来 把这四个数字 带入这个简化公式 就能计算得出 这两个方案下 每股收益无差倍点上的 税税前利润 很简单 分母就是较大的股数 减较小的股数 答案指的是 普通股股数 分子呢 较大的股数 乘以较大的税前固定融资成本 再减去较小的股数 乘以较小的税前固定融资成本 那么 这里的税前固定融资成本 注意 包括两项 一项是利息 另外一项呢 是优先股股利 而且要注意下 优先股股利是在税后支付的 而这里我们用的是税前固定融资成本 所以千万别忘了 优先股股利后边得出上一个 一减左的税税率 把税后支付的股利 换算成为税前值 并且 如果这两个筹资方案 都不涉及优先股股利 那上述公式呢 可以进一步简化 就形成这样的一个框架了 分母还是大股数减小股数 但分子呢 这个税前固定融资成本 不就只剩下利息费用了吧 所以分子就变成了 大股数称大利息 减小股数称小利息 这么算就能得到 每股收益无差别点上的 税税前利润了 好 我们大家回顾 每股收益无差别点分析法的决策规则 当信息费利润超过 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时候 我们应该选择那个 固定性融资成本比较多 也就是债务 或优先股资本较多 而普通股股数较少 换句话说 普通股资本较少的方案 我们能够获得 更高的每股收益 也就体现了那个财务杠杆项的原理 信息费利润越高 举债融资是越合适 对吧 能够放大普通股的每股收益吗 反之 如果预计信息费利润 没超过每股收益无差别点 那应该选择普通股股数较多 而固定融资成本较少的方案 再要注意一下 对于发行债券 发行优先股 增发普通股 这三种筹资方案 进行优选决策来讲 如果发行债券的税后利息 小于发行优先股的股利 意味着发行债券 比发行优先股要更便宜 这就决定了 只要每股收益大一零 那看图 在任何吸税前利润指定上 发行债券方案 总是比发行优先股方案 能够获得更高的美股收益吧 但下面说了 发行债券 发行优先股 这两种融资方案 由于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二指之间 不存在美股收益 无产比点 在直角坐标系当中 将表现为是两条平行线 而且如果发行债券 税后利息 小于发行优先股股利 那大家看到的是什么结果呢 发行债券 这条直线 在发行优先股 这条直线的左上方 不就意味着 发行债券 总是比发行优先股 能够获得更高的美股收益 并且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还能看到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就是发行债券 与增发普通股 这两个方案的 美股收益 无差比点的 系统线利润 要小于发行优先股 和增发普通股 这两个方案的 美股收益 无差比点的 系统线利润 好 这个规律 我希望大家 牢牢记住 只要在 底杆资料当中 你看到这么一种情况 就是债券和普通股的 美股收益 无差比点 比这个优先股 和普通股的 美股收益 无差比点 要低 那你马上就知道 发行债券 要比发行优先股 怎么样呢 可以获得 更高的美股收益 在任何 系统线利润市场上 那暂时情况下 也就能够推理出来 最佳的收资方案 它就不可能是 发行优先股了吧 因为发行债券 一定会优于 发行优先股 这就意味着 虽然是三种方案 进行优选决策 但既然最佳方案 不可能是 发行优先股 所以 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 只是在 发行债券 和增发普通股 这两个方案之间呢 进行选优了 所以 我们也就不需要 再考虑 发行优先股 和增发普通股 这两个方案之间的 美股收益 无差别点 对吧 只需要考虑 债券 和普通股之间的 无差别点 就可以了 那么 第三种决策费方法呢 是 企业价值比较法 它的基本思路是认为 最优资本结构 是企业价值最大 同时 加权拼资本成本 最低的资本结构 那决策思路呢 也就是评估企业价值 当企业价值达到最大的时候 那个加权拼资本胜本 也就达到最小了吧 并且 企业价值呢 是由三项构成 股票市场价值 长期债务价值 以及优先股价值 其中 假设 长期债务 包括长期借款 和长期债券 和优先股的限值 就等于 它们的账面价值 并且 长期债券 和优先股的账面价值 也就等于 它们的面值 简化起见 接着 怎么评估 股票市场价值呢 是采用零增长 股票股价模型 来评估 就是假设 净利润永远不变 并且股率支付率呢 是百分之百 决定了 未来的股权现金流量 就构成一个 永续年金 就是每年 等额发生的净利润 相应的 股票市场价值呢 就是归属于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去处以这个 权益资本成本结果 这不就是 永续年金限值吗 而且 一般情况下 考题 都会让大家 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来计算这个 权益资本成本 好 我们来看一个单选题 关于资本结构决策方法 下例书法中 不正确的是哪一个 A 资本成本比较法 难以区别 不同融资方案之间 财务风险因素的差异 这是正确的 大家记得 资本成本比较法 是没考虑 不同融资方案之间 财务风险的差异 选项B 每股收益 无差变点法 没有考虑风险因素 当然 也是正确的 所谓每股收益 其实就是每股利润 而我们第一章就讲过 利润 这个指标 是忽视的风险因素 对吧 所以每股收益分析法 它同样忽视风险因素 C 在企业价值比较法 确定的最佳资本结构下 公司资本成本最低 正确 企业价值比较法的 基本思想就是 最佳资本结构 满足两个标准 一是 企业价值最大 同时呢 公司的资本成本 就那个加权 平均资本成本 达到最小 D 每股收益 无差别点法当中 每股收益最大时 企业价值最大 当然 不正确 每股收益 咱们说了 它忽视的风险因素 其实大家知道 也忽视了货币时间价值因素 因此呢 不能够直接把每股收益 和价值呢 去挂钩 每股收益最大 不见得企业价值就最大 本题答案应当是选项地 好 我们再来看一单选题 假公司用每股收益 无差别点法 进行长期筹资决策 以至长期债券 与普通股的 无差别点的 年吸收益利润 是200万元 优先股 与普通股的 无差别点的 年吸收益利润呢 是300万元 如果假公司预测 未来每年的吸收益利润 是360万元 那么正确的应当是选择哪一种融资方案 好 大家观察 本题涉及到的就是发行债券 发行优先股和增发普通股 这三种方案呢 进行优选决策策 而且大家看到 什么情况呢 债券和普通股的无差别点 200万元 优先股和普通股的无差别点呢 300万元 这不就是债券与普通股的无差别点 要小于优先股和普通股的无差别点 意味着什么呢 讲到了 只要每股收益大于零 在任何吸收益利润水平上 发行债券一定比发行优先股 可以获得更高的每股收益 所以最优的决策方案 不可能是优先股 像决策费道中呢 也就不需要再考虑优先股和普通股 这二者之间的无差别点了 我们只需要考虑 预计息收益利润 到底是高于 还是低于债券和普通股之间的无差别点 很清楚 本例预计息收益利润360万元 已经超过了债券和普通股之间的无差别点 200万元 大家记得 吸收益利润越高越适合举债 对吧 所以预计吸收益利润超过无差别点之后 我们应该选择的是长期债券融资 很简单 本题答案应该是选项地 好 我们再来回顾经营杠杆系数的衡量 那所谓的经营杠杆效应 先回顾一下 是指由于固定经营成本的存在 营业收入或销量变动 引起吸收益利润更大幅度变动作用 那大家记着 任何一种杠杆效应 你都把握住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是哪项固定成本存在所导致 经杠杆效应的就是固定经营成本存在导致 另外两个关键词就是谁的变动 放大谁的变动 那经杠杆效应的是营业收入或销量变动 放大吸税前利润变动 并且这个放大的倍数 其实就是经营杠杆系数 缩写的是DOL 那么经杠杆系数有定义公式和简化公式两种形式 注意每种杠杆系数其实都是这两种公式 那么按照定义公式经杠杆系数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放大的倍数 那也就是吸收益利润变动率 相当于营业收入或销量变动率的倍数 那么简化公式通常呢 用来计算经营杠杆系数 大家回忆一下 编辑贡献除以吸收益利润 或者是一加上固定经成本与吸收益利润的比值 那在这里呢 务必注意一个细节 就是按简化公式计算杠杆系数的时候 你用某年数据计算得出的应当是夏年的杠杆系数 这点一定别忽略掉 比如说我们用2021年的固定经成本 除以2021年的吸收益利润 再加一我们得到的是2022年的经营杠杆系数 这个细节一定要记住 好 我们再来看经营杠杆项的决定因素 从刚刚的公式你就不难发现 按照简化公式 决定经营杠杆系数 也就是决定金杠杆项的因素 就这两个吧 一个是固定经成本 一个是吸收益利润 而且固定经成本在分子 吸收益利润在分母 意味着金杠杆效应呢 一方面由固定经成本和吸收益利润 共同决定 同时金杠杆效应 跟固定经成本之间呢 是同向关系 跟吸收益利润之间呢 是一个反向关系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首先 是金杠杆效应 跟固定经成本之间的 这种同向关系 明确这么两点 第一 只要存在固定经成本 你从公式来看 在吸收益利润 大于零的状态下 金杠杆系数 肯定是 恒大于一吧 什么意思啊 只要销量变动 就会引起吸收益利润 更大程度变动 也就表明 金杠杆效应的是 恒定存在的 反之 如果不存在固定经成本 从定义也能推出来 这个金杠杆效应 存在的根源就没了 对吧 那么就不存在金杠杆效应了 而且从公式可以看出来 在不存在金杠杆效应的时候 注意金杠杆系数 是等于一 而不是零 注意这细节 对于任何一种杠杆来讲 都是如此 只要说没有杠杆效应 那个杠杆系数 应当是一 什么意思啊 等比例变动 而不是放大变动性 它不是零 好 那么金杠杆系数等于一 从定义来看 就意味着 此时吸税前利润 与营业收入或销量之间呢 是等比例变动 而并非是 营业收入或销量变化呢 会放大 细节利润变化 好 我们再来看金杠杆效应 跟细节利润之间的 这种反向关系 表现为 细节利润越高 金杠杆系数呢 它就会越低 因为细节利润 它是金杠杆系数的分母 对吧 好 金杠杆系数越低 也就说明金杠杆效应越弱 那么当吸税前利润等于零的时候 按照简化公式 金杠杆系数的分母就是零 那此时 这个金杠杆系数呢 将会无穷大 说明公司在威力状态下 这个金杠杆效应呢 会很强 好 我们再来回顾 金杠杆与金杠风险关系 按照教材定义 所谓金杠风险 是指企业 未使用债务时 金杠的内在风险 注意两个关键词 所谓经营的内在风险 意思是说 金风险 它是经营活动结果 所谓未使用债务 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 公司的金风险有多高 跟公司是否使用债务 没有关系 反正话讲 金风险 跟公司的筹资活动无关 再有牢牢记住 金风险表现为 吸税前利润的变动性 从某种意义来讲 吸税前利润变动 几乎可以看作是 经营风险的代名词 这点我们在竞产班 也反复强调过 以及企业在持续经营过程当中 它是必然要承担经营风险的 除非企业终止经营 好 我们再回顾 经营杠杆与经营风险的关系 就记住一个关键词 放大 回忆 经营杠杆的定义 由于固定经成本存在 营业收入或销量变动 放大吸税前利润变动 而吸税前利润变动 就是经营风险 因此 放大吸税前利润变动 不就等于是 放大 经营风险吗 所以 经营杠杆向越强 经营风险当然就越高 但经营杠杆是放大经营风险 而并非是引起经营风险 什么意思呢 即使经营杠杆效应不存在 经营风险注意 它也仍然存在 只是不会被放大 因为大家知道 经营杠杆不存在的时候 经营杠杆系数应当等于1 而经营杠杆系数等于1 说明什么呢 吸税前利润和营业收入之间 是等比例变动 那虽然说吸税前利润 是等比例变动 但它毕竟是变动了 那只要吸税前利润变动 这就叫做有经营风险 但等比变动 什么意思呢 经营风险没有被放大 好 我们来看一个单选题 假公司2028年 边境贡献总额是300万元 2029年金杠杆系数是3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 如果S9年销售收入增长20% 那吸税前利润预计是多少 好 看资料 S9年经营杠杆系数为3 什么意思呢 S9年吸税前利润的变动率 是销售收入变动率的三倍 所以如果S9年销售收入增长20%的话 那它会带来吸税前利润增长多少呢 三倍于它增长60%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还得知道 S8年的吸税前利润到底是多少 对吧 好 看这 S9年的金杠杆系数为3 那么按照简化公司 怎么计算S9年的这个金杠杆系数3呢 应当是用S8年的边境贡献 300万元除以S8年的吸税前利润吧 大家记得按照简化公式 用某年数据计算出来的是 夏年的杠杆系数 好 由此可以推出 S8年的吸税前利润 应当是100万元 好 在100万元就职上增长60% 那不就是增加到160万元吗 本题答案应当是选项地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多选题 下列关于经营杠杆的说法中 正确有哪些 A 如果不存在固定金成本 就不存在金杠杆效应 当然正确 因为固定金成本存在 是金杠杆效应产生的根源所在 B 金杠杆大小 由固定金成本与吸税前利润 共同决定 也是正确的 我们刚刚谈到了 按照简化公式 金杠杆系数就等于 A加上固定金成本 出以吸税前利润 对吧 C 其他条件不变 降低单位变动成本 可以降低金杠杆系数 好 推理一下 其他条件不变 降低单位变动成本 获得什么效果呢 能够提高吸税前利润 而大家知道 金杠杆系数跟吸税前利润之间 是反向变动关系 提高吸税前利润 也就带来了金杠杆系数降低 正确 D 固定金成本不变情况下 营业收入越大 金杠杆系数越大 明显不正确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 营业收入越大 怎么样呢 吸税前利润是越高的 而吸税前利润越高 马上讲到金杠杆系数 应该是越小 金杠杆系数呢 应该是越弱 而不是越大 本题答案 平等是ABC 好 我们再来回顾 财务杠杆系数衡量 那么所谓财务杠杆效应 先回顾一下 是指在某一固定的债务 与权益融资结构下 由于固定融资成本的存在 吸税前利润的变动 引起每股收益 更大程度变动的作用 还是把握住三个关键词 首先财务杠杆相应 产生的根源 是公司存在固定融资成本 而且别忘了 固定融资成本 包括两方面 债务的利息费用 和这个优先股的股息 接着 操杠杆相应 将表现为是 吸税前利润的变动 放大每股收益的变动 而这个放大的倍数 就是财务杠杆系数 英文缩写是DFL 好 那么看到 每股收益变动率 除以吸税前利润变动率 也就是每股收益变动 相当于吸税前利润变动的倍数 这就是操杠杆系数的定义公式 那么简化公式 我们再回顾一下 是吸税前利润 除吸税前利润 减去 注意 税前的固定融资成本 而在前面介绍 每股收益 无差别减分析法的时候呢 曾经定义过 税前的固定融资成本 记住 是利息加上税前的优先股股利 优先股股利 后边千万别忘了 除以一减 左等税税率 因为优先股股利 本身是税后值 对吧 你在计算 税前固定融资成本的时候呢 得除以一减税率 把它还原成为税前 以及 如果一个企业 没有优先股 那省事了 税前固定融资成本 就只剩下利息费用 所以此时 操港卡系数 就是吸收益利润 除以吸收益利润呢 减去利息费用 也就相当是 处于这个税前利润结果 另外 还是别忘了 你用简化公式 计算操港卡系数 同样是根据某年数据 计算出来的是 下年的港卡系数 好 我们大家看 操港卡项的决定因素 也是两个 一个是固定融资成本 一个是 吸收益利润 并且也是 操港相应 跟固定融资成本之间 是同向变动关系 跟吸收益利润之间 是反向变动关系 跟那个 经营杠杆系数 经营因素 差不多 据大家讲 吸收益利润越高 从公式就会看出来 操港卡系数就越低 继而呢 操港卡作用也会越弱 反之 固定融资成本越高 那么 操港卡系数呢 会越大 继而呢 操港卡作用也会越强 以及如果公司不存在 固定融资成本 从定义来看 操港卡相应存在的根源就没了 那就不存在操港作用 而大家知道 不存在操港卡作用的时候 操港卡系数 应当是等于一 注意不是零 操港系数等于一 意味着什么呢 每股收益 与吸收益利润呢 等比例变动 而且还能想到 吸收益利润变动 叫经营风险 对吧 每股收益与吸收益利润 等比例变动 也就意味着 在不存在 财务杠杆效应的时候 每股收益 只受 经营风险影响 好 我们再来看 操杠杆跟操风险 之间的关系 那么 所谓操风险 注意关键词 是企业运用 债务筹资方式 所产生的 丧失偿付能力的风险 而这个风险呢 最终是由 普通股股东 来承担的 注意 两处关键词 债务筹资方式产生 由普通股股东来承担 而且 这里所说的债务筹资 应该是广义概念 包括优先股筹资在内 再有 操风险 应该是由两种表现 一个是 丧失偿付能力的可能性 再一个就是 因承担 固定融资成本 而导致 美股收益的变动性 大于 稀税前利润的变动性 而操风险的 第二种表现 其实也是它 最重要表现 大家不难发现 不就是 财务杠杆效应吗 所以 从定义 就不难发现 操风险 跟操杠杆效应 可以说是一回事 是一致的 具体来讲 所谓操风险 它其实就是企业 采用了债务筹资 当然这是广义 包括优先股在内 而且就能想到 企业采用债务筹资 也就意味着 承担了固定融资成本 产生了操杠杆效应 怎么样呢 注意关键词 叠加在经营风险 基础之上的风险 注意 操风险 跟经营风险之间的关系 操风险是叠加在 经营风险 基础之上的 并且 操杠杆系统越高 操杠的作用就越大 相应的 在经营风险 基础之上 所叠加操风险呢 也会越大 我们再简单 推理一下 比如说 如果一家公司 没有照筹资 也就不承担 固定融资成本 相应的 没有操杠上相应 操杠系统 也就是一 那此时 该公司 每股收益变动率 应该跟 吸水钱利润变动率 是相等的 而说到 吸水钱利润变动 马上讲到 这就是 经营风险 那么 每股收益变动率 等于吸水钱利润变动率 也就意味着 每股收益承担的风险 就只有 经营风险 再由 每股收益 是归属于 普通股股东的收益 对吧 所谓 每股收益 只受经营风险影响 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呢 在公司 没有财务杠杆效应的情况下 普通股股东 就只承担 经营风险 那接下来 如果公司 有债务筹资 承担了 固定融资成本 产生了 财务杠杆效应 那么就会有 财务杠杆系数呢 大于一 意味着 每股收益变动率 将大于 吸水前利润变动率 而每股收益变动率 大于吸水前利润变动率 也就意味着 每股收益 承担的风险水平 要多过经营风险 要多过经营风险 而多处的风险 不就是叠加在经营风险地处上的财务风险了吗 有此明确 当公司 有财务杠杆效应的时候 每股收益 要受经营风险 与操风险的 共同影响 也就意味着 当公司 有操杠杆效应的时候 普通股股东怎么样呢 既要承担经营风险 也要承担财务风险 好 由此大家看到 没有操杠杆效应 没有操风险 有操杠杆效应 有操风险 对吧 所以操杠杆效应 跟操风险是一致的 再有 也能看出来 操风险 最终谁承担啊 普通股股东来承担 因为毕竟 操风险 它影响的是 普通股的 美股收益 好 我们来看一个单选题 假公司 2019年净利润是150万元 利息费用是100万元 优香股股利是37.5万元 企业所得税税率呢 是25% 那么 假公司操杆杆係数是多少 按照简化公式 应当是息税前利润 除以息税利润 减去税前的 固定融资成本 好 我们先确定 息税前利润是多少 从字面就能理解 税前利润 再加上利息费用 那么本利 税后利润是150万元 除以一减 所得税率25% 就能还原成为税前利润是200万元 对吧 再加回100万元利息费用 你就能得到 休息下利润呢 是300万元 对吧 好 300万元的休息下利润 再除以300万元的休息下利润 减去税前的固定融资成本 而税前的固定融资成本本利是两项 一项是利息费用100万 另外一项注意是税前的优先股股利 那么这37.5万元是优先股股利的税后值 要税后利润分配吗 你得除以一减25% 把它还原成为税前 大家计算应当是50万元 那所以加在一块 税前固定融资成本是150万 好 由此计算出来 假公司操杠杠系数应当是两倍 对吧 本题答案应当是选项币 好 第九章的内容 我们就回顾到这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